林建月的一对龙凤胎子女迎来生日 其中身为社交名媛的女儿林仙 在周末的时候举办了一场海上生日派对 她的哥哥林孝能也在场 相当隆重 游艇上聚集了名媛 富二代 大家一起庆祝 从下午一直庆祝到晚间 真是好不热闹 在与有人一起庆祝之后 兄妹们一起庆祝之后 兄妹俩终于轮到与家人一起庆祝了 林建月的长女林田在自家豪宅设宴 为龙凤胎的弟弟妹妹庆祝生日 不只是林田晒出了家宴的照片 林仙也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与哥哥的合照 在外庆祝生日与在家庆祝生日一样 林仙依然是主角 不同的是 在外庆生林仙的打扮要多隆重就有多隆重 农妆艳抹不说 还总是穿着抢眼的服装 而在家庆生 她就回归了自然的风采 就连打扮也显得很居家 从合照可见 没有浓妆艳抹的林仙 看起来还是相当清新 自然的 她把头发往后梳了 露出了高高的额头 脸形显得瘦肩 笑容也十分甜淡 她将一只手搭在哥哥林孝能肩膀上 展现出的是兄妹情深的一面 虽然兄妹俩围龙凤台 不过看起来真的是不太像 除了眼睛 鼻子 嘴巴 她脸形都不像 应该说林仙与她的兄弟姐妹们 就不是太像 这么看林孝能 其实还是能感觉得到 她像哥哥林孝贤 与二姐 林浩一也有几分相似 说起来与大姐林田更像 所以 有人会调侃 林孝能有林田 更像是twins 这就是家族基因奇妙之处吧 而要说林仙像谁 其实是比较像谢玲玲 沈韵就特别像 不太像林剑月 而其他的兄弟姐妹 就比较像林剑月 林仙与林孝能 此次庆生 是在林田的豪宅中 这还是比较罕见 怎么说呢 林剑月与前妻谢玲玲 一共育有五个子女 五个孩子的感情 其实还是不错的 不过兄弟姐妹之间的 年龄差距比较多 最大的儿子 与最小的孩子 相差超过十岁 林田与最小的弟弟妹妹 也有相当一段的年龄差距 所以各玩各的不意外 再加上各有更忙 就很少会频频相聚 比如林田与林仙这对姐妹 都是社交名媛 经常在不同的社交场合露脸 但是不常同况 很多时候 只有在家族聚会中 才能见到兄弟姐妹团聚 这一次 林田专程为弟弟妹妹庆生 真是不常见 林田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为弟弟妹妹庆生的照片 之所以认出是林田的家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 他家饭厅中 那张能够一次性 坐下二十人的长餐桌 林田的这个饭厅 非常典雅 精致 装潢 摆设 很有欧式古典的味道 长餐桌上的桌布 与摆设会根据不同的活动主题 进行改变 此次他在家中宴请弟弟 妹妹 有没有其他兄弟姐妹在场 不得而知 不过 他依然准备得非常精心 定制了一款玫瑰造型的蛋糕 这个蛋糕别看不大 但是价格不菲 除此之外 还准备美味可口的海鲜大餐 包括龙虾大餐等 还有专人来处理这些美食 林田晒出了弟弟妹妹 许愿吹蜡烛的视频 视频中林心与林孝能非常有爱 两人一起许愿吹蜡烛 林孝能还偷偷提前吹蜡烛 林心发现之后 争相吹灭烛 兄妹俩一阵嬉戏 可见感情十分好 林心随后也晒出了合照 她留言写下 没有谁能让我更愿意分享爱 指的就是林孝能 事实上 林孝能与林心虽微龙凤胎 但是兄妹俩不只是长得不像 就连个性也不同 林心比较活跃 林孝能比较内敛 林心是明远喜欢热闹 林孝能甚少出席社交活动 不过每一年生日 林心总是要拉着林孝能一起 林孝能就算不是很喜欢 但也会出席 而林心的日常活动 不时的也会叫上林孝能 因此低调的林孝能会被曝光 很多时候都因为林心 终究两人是龙凤胎 一起出生一起长大 感情肯定比其他兄弟姐妹更深 林心这次的生日派对 可以说是吧 精致 二字诠释到了极致 游艇上五彩缤纷的气球 闪闪发光的英文名字 还有那套金黄色的墨胸套装 简直就是在向全世界宣告 看啊 今天我就是主角 他那套玫瑰红色的长裙 更是吧 性感 和 奢华 完美融合 褶皱 开叉 林心仿佛在说 我不仅要美 还要美得有创意 反观林孝能 她的穿着 简直就是在COS 路人甲 黑色休闲裤 配灰色T恤 这造型放在街上 你绝对想不到 她是那个身价上亿的富二代 在妹妹的生日派对上 她就像是被强行拉来 凑数 的亲戏 一连写着 我只想安静地吃个蛋糕 林心儿的生活方式 简直就是在向全世界大喊 看我 看我 我在这儿 从精心布置的游艇到 精心设计的服装 每一个细节都在彰显 她的名媛身份 她的生活就像是一场 永不落寞的时装秀 每一天都在上演着 我比你更时尚 的戏码 而林孝能 她的生活理念仿佛是 低调是一种美德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她就像是一个隐形人 悄无声息地存在于 这个喧嚣的世界 没有绯闻 没有八卦 甚至连职业都成了一个谜 她就像是在用实际行动 诠释着那句古语 大隐隐于世 看着这对龙凤胎 不禁让人感叹 同样的父母 同样的教育环境 怎么会养出两个 如此不同的孩子 这简直就是基因 在和我们开了一个 天大的玩笑 林孝越来越像巴比娃娃 尤其是那双嘴唇 仿佛在向世人宣告 美 就要美得理直气壮 而林孝呢 她大概觉得 素颜才是真我 这对兄妹站在一起 简直就是一副 城里人 VS乡下人 的现实版对比图 林家的子女们 简直就是一部 富二代生存指南 的现实版 大姐林田是顶级名媛 二姐林浩一是政商界名人 两个妹妹林仙和林莉 是社交名媛 哥哥林孝贤 曾是全程话题性最高的富二代 而林孝呢 她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做一个 隐形富豪 在这个 不在朋友圈发自拍 就是不存在 对时代 她用自己的方式 诠释了什么叫 低调有内涵 也许答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无论你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 只要是发自内心的选择 那就是最好的 毕竟 人生如戏 你才是自己的导演 无论是当一个派对女王 还是隐形富豪 只要活出自己的精彩 那就是最美的人生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